说起贾乃亮 想必大家对他都在熟悉不过了 很多人是通过爸爸回来了认识他的 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 自身的演技还是很好的 在很多的影视剧里面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贾乃亮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科班出身的他在2002年 凭借一部电视剧背景假日顺利出道 随后出演了多部作品 比如《美丽分贝》 《雪在烧》等电视剧 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说贾乃亮在事业上 一直都有着不错的发展 但是在感情生活上 贾乃亮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2010年贾乃亮和李小璐因戏相识 当时贾乃亮苦苦追求了一年的时间 李小璐才答应做他的女友 不久便传出贾乃亮求婚李小璐的消息 之后两人高调举行了婚礼 不得不说 当年两人的婚姻也是备受许多人的关注 李小璐也是演员 在一开始的时候 人们对李小璐的印象是演技非常好 他也是拿下了很多重量级的奖项 比如年纪轻轻的他就获得了金马奖影后 而后在一些热门的电视剧中也有李小璐的身影 正是因为两人都有着不错的事业前景 所以走在一起也是被观众们认可的一对金童玉女般的组合 结婚后的贾乃亮和李小璐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甜蜜了 经常在社交平台高调秀怨爱 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 贾乃亮更是化身为了女儿奴了 除了秀怨爱就是晒女儿 一家三口非常之幸福美满 而大家都一度认为 贾乃亮能够娶到李小璐这样好的妻子 绝对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但是让网友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因为一次与PG1的叶素们让李小璐的人气瞬间暴跌 形象净毁 而贾乃亮也一下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很多网友们都是纷纷表示心疼贾乃亮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贾乃亮都处于成绩状态 化悲痛为力量之后 贾乃亮开始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了 也一心只铺在了工作上 如今在事业上很有成就 而了解贾乃亮的都知道 在没有遇到李小璐之前 其实他也是有过一段恋情的 就是欢乐送中的那个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的人间小妖精屈小肖的扮演者王子文 两人是早在2007年合作作品《生死桥》的时候 就有绯闻传出 后来也被证实真的在谈恋爱 之后两人相恋六年 同居四年 生活简单而幸福 贾乃亮对王子文还是非常用心的 甚至提出结婚 可是王子文事业心太重 后来就在以为这两人会顺利进入婚姻殿堂时 贾乃亮却牵着李小璐结了婚 而贾乃亮和王子文也就此分道扬镳了 如今的王子文知名度和人气也是很高的 也凭借穿搭教科书圈粉无数 虽然王子文的个子比较矮 但是身材比例十分匀称 小个子照样穿出大女主犯 简直就是穿搭教科书 娇小的个子却很精致灵动 1米6的身高 硬是穿出了1米8的即适感 能够在穿搭上压制很多比他高出半个头的女明星 小个子但是却拥有大气场 在2016年 贾乃亮和王子文再次合作 搭档领衔主演合索东南合索夏良 而在一起网会上贾乃亮发言时 王子文看向她的眼神 让网友觉得王子文对贾乃亮余情未了 不少人也觉得相当可惜 如今贾乃亮放弃了不该放弃的王子文 珍惜了不该珍惜的李小璐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